今天呢我们来试一下如何把很年或者是已经融化了 或者是很多天都没有玩过的史莱姆 那这些史莱姆我很像有一个月都没有碰过了 那我们就让这些史莱姆来一个大变身 变成超漂亮的史莱姆或者是超疗愈的史莱姆吧 那今天的是一个新的主题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并且分享出去 那我们就开始吧 一开始呢我们要激活的这个史莱姆就是一个紫色的史莱姆 这个史莱姆呢已经很融了 你看下面它是融掉了 只是上面还没有融掉而已 这个史莱姆很像 我忘记了是哪一条影片的史莱姆 反正就超级的恶心 所以呢我们就要加入很多很多的清新剂让它激活 然后变回正常的史莱姆 那我觉得如果是只需要激活一点点而不是 就是从浆水开始激活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清新剂 因为如果直接用黄沙水的话会让那个史莱姆太硬 那出来的效果可能就太硬然后又没有很好玩了 所以呢我现在就是一直在重复喷那么多的清新剂 其实呢我平时真的是玩得很小心然后就是不要尽量不要动到自己的手不然就会 就是要洗很多刺手你知道吗 现在呢我就加入了一些T恤泡然后再融在里面 T恤泡呢可以让史莱姆变得很蓬松 欢迎来到非常狼狈非常狼狈的小教室 超级狼狈 我做这个步骤的时候我的妈呀 现在呢就非常的好搓 说明是大改造的所以一定要加入颜料一定要让它换颜色 那你们猜猜黄色加橙色加出来是什么颜色呢 我觉得出来的效果是出乎你意料的 因为它出乎了我的意料 真的我超傻眼的它出来的颜色 你们猜猜是什么颜色 对就是变白色 超级莫名其妙的你知道吗 为什么会变白色 我一直以为它会变很像粉红色还是什么之类的颜色 现在呢就把它们全部融在一起 然后让它变成超美丽的粉红色 我很喜欢粉红色因为我觉得它很梦幻 我在录这段音的时候 我是其实看不到那个画面在做什么 因为它真的是超级卡 我就看到一堆镜子的画面 很像一堆照片 然后再闪闪闪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凭我自己的感觉来说什么就好了 之后我再加多一点颜料 然后再继续混合在一起 因为我想要它有那种很梦幻的粉红色 对我就是有一颗少女心 之后呢我就是 我发现要加入很多很多的颜料 我一开始以为色素这种东西 可能加两三滴 它就会变成可能就是非常粉红的颜色 可是我发现并没有 你真的要加入很多很多 才会变成你想要的颜色 最后呢就是到了装饰的时间 那我一开始就加入了很多的亮粉 因为我很喜欢亮粉 之后呢我再加入一些泡沫球 那我觉得泡沫球是一个很有趣的元素 加多了也会变得很彩虹史莱姆 那我就不说话了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搓声吧 之后呢我觉得还不够 所以我再加入了一些迷你的球 还有一些比较中等数量的球 之后再把它混合在一起 那你们喜欢白色的背景 还是我平时用的粉红色的那个背景呢 就可以告诉我在留言区那边 那这个是之前的史莱姆 这个是之后的史莱姆 是不是变得很有拉伸 然后又变漂亮很多呢 我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因为我觉得粉红色真的是我的最爱 我觉得那些放屁声很疗愈 我是不是一个变态 改造后呢它的史莱姆就多了半个杯左右吧 之后呢我们要改造另外一个史莱姆 这个史莱姆呢它是没有之前的那么融化 可是它是有一点点的粘手 所以呢我们就要加入一些烹沙水 让它重新激活 如果呢你没有烹沙水的话 也可以加入青年土 青年土可以让史莱姆变得不粘手哦 那我也是非常非常混乱的把它们 呃全部融在一起 可是我觉得融了后的效果的确是 就是有那种青年土的效果 我觉得很不错 现在呢我就加入一些颜料 我想要看一下它加出来的颜色是变怎么样 那我非常的害怕弄到我的手 我超小心翼翼的 当你知道你的桌子会完蛋的时候 之后呢我就继续融在一起 继续的把它们全部混合在一起 就变了这个非常漂亮的浅橙色的史莱姆 那这个史莱姆基本上就是一个黄油泥 非常的好拉伸 然后卷这个cream纹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美的 超级超级好拉伸 超像青年土的质地 非常喜欢这种类型的史莱姆 不知道你们也没有看到我的手还是有一点颜料的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很小心翼翼的原因 现在呢我们到了另外一个的装饰时间 猜猜我加入什么 对就是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我是在那个 呃卖那种手链的店的那些店买的 我就看到很有趣我就买了 它的质感你搓下去的时候是有一点刺刺的感觉 那由于有史莱姆的保护 所以就没有那么的刺 还是蛮爽的整体的感觉 而且声音非常疗愈 我觉得它有一点像那种cheese蛋糕的感觉 就是那种cheese拉丝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 非常疗愈 这个呢是史莱姆之前的样子 而这个是之后的样子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影片呢 喜欢的话记得在留言区那边告诉我 那以后我最多做了 在上次的投票中呢 我有让你们投票你们比较喜欢哪一种影片 然后你们大多数都是投史莱姆挑战 我以后也会做 我已经拍好了一些片段了 所以敬请期待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结束咯 喜欢这期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并且分享出去 还有最重要就是追踪我的instagram 可以看到更多的史莱姆影片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